波逆論,今天和周遣說一說他最新的事業發展 因為他又會重新導入演藝圈 做一部新的電影監製 而且這一段可以在下面加上廣告字幕 其實雖然不是廣告,但也有少許廣告含意 不過其實周遣不是第一次拍電影 我們之前提過,今次他從頭懷抱 我最初都有點驚訝,因為我都是看一些新聞傳媒 看到他被人拍了一張照片,說他是監製,我才知道 為何你無緣無故去拍電影? 前方是這樣,我從來沒有離開電影圈 成龍三年出一部電影,那跟成龍一樣 王家衛十幾年拍一部電影,我比他還密 不理會王家衛剛剛推出完那部什麼東西 再推出一代宗師,難道你說他離開電影圈? 是嗎? 只不過他那一陣子在籌備電影,或者談一些項目 那錢還未到位,我從來沒有離開電影圈 那你是一個電影的資深工作者 是嗎? 是,沒錯 還是沒有錯? 沒錯 你拍一部電影也是? 我也是沒有錯? 我做過電影宣傳 我做過電影編劇 我做過演員 我也是做過演員 演員是自己出錢拍的那些電影嗎? 不是,蕭若元他找我拍 我是有十幾集電影的,我是有編酬的 他找我做第二男主角 我推了,我就不做,李燦森執作異坦 那出什麼電影? 出品人,不是出笨人 你說出笨人 我還有出品人,也有監製 這次也有演員 我基本上每一個崗位都試過 我是很資深的電影工作者 我知道你連漫畫都做過編劇 是,漫畫都做過編劇 你也寫了小說 是啊 我覺得你寫小說應該是最紮實的 我看你的小說,我覺得OK 你有看過嗎? 我當然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是嗎? 為什麼你這次呢? 其實我覺得 永遠有周遣這個名字 就令我感覺到 一定有很多灼頭 有很多好笑的東西 例如這次,你無緣無故叫 別人的國泰廣龍空姐 來interview 其實你這個邏輯 我就很容易明白 已經賺了宣傳線 但這部電影本身 我有點擔心 為什麼呢? 其實你拍的電影 那些叫什麼呢? 聲色犬馬 我們以前老套那一套 現在那一套 就應該叫做 有些厭情 又有些橋段 我們是社會寫實片 就好像年輩子 你又不是年輩子 就好像年輩子 是一個社會寫實片 有多寫實? 我們只不過比較 商業包裝的社會寫實片 就是真實地反映 因為事實上那個人 應該是真實地描述這個世界 那你這次對這個劇本 滿意嗎? 你好像想了很久 那劇本我當然是滿意 那劇本當然不是我寫的 是搞了三年 他們當初 搞了三年? 應該是一個高燈 因為我講的高燈是年燈 是高燈的小說 然後買了一版本 回來改編 那會不會有些文藝大悲劇 應該是因為商業元素 所以會搞笑 所以會搞笑 但其實有些人很擔心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去拍電影 擔心不能上戲院 即是虧大本 這樣說好不好 現在就反而一定能上戲院 為甚麼 因為戲院沒有生意 也沒有人拍戲 港幣哪裡都很容易上到 如果因為疫情上不到 就會在HMVOT 好像Netflix 即是收幾十元一起看 類似的 事實上 我那部戲 我上次的戲 最初的時候 成績不好 結果成績不好 因為相對於監製拍了這部戲 我們都有七位數字 更加很多卡士 都是收六位數字 我們全部都沒有卡士 上一部戲 其實都算成功 而且在YouTube 有百多萬 有錢分嗎 上一部戲 上一部戲 當然是沒有錢分 交入費 唉 周顯大師都沒有錢分 真慘 做的人有錢 工作人員有錢 工作人員有錢分 不過這樣 這次我最擔心的是 因為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很關心你 我怕你拍一拍一拍 又做出三級片出來 到時又想不到HMVOT 怕不怕嗎 不是很怕的 HMVOT都應該是一個 他怕我們 那會不會是三級 二級至三級之間 什麼叫二級至三級之間 二級三級三級 二B級 我也明白 我們心目中是拍二級的 假如我們上次那部戲 都是二級的 拍了出來 剪了出來 人家過不了辦法 我就不想三級 但問題就是 結果出來變成三級 我們都沒有辦法 不是我決定的 如果我是淫審處 就不同 我是淫審處 我就全部 四子都當二級 但我不是淫審處 你現在是打算拍二級 還是三級 我們打算拍二級 但可能會變成三級 我這樣說 當年的時候 淫審處的時候 曾經試過 魏鎮做雜誌 做YES雜誌 你有份的 雜誌 不要說這些陳年舊事 他是把整個 整個 整個 加計會 加計會的性教育手冊 剪了下去 然後就照出 結果被淫審處告他 三級 政府拍給年輕人 我照做 結果淫審處 打了幾十萬官司 結果都是打輸 你怎知道淫審處 那些人是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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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拍戲 你預了會拍多久 這部戲 需要的時間 其實 因為前期做了三年 所以拍攝的時候 很快 就算是一代宗師拍 都拍了 你不要經常說一代宗師 因為一代宗師是經典 搞了十幾年 那你現在打算做一部 一代宗師 他是前期內 我知道才是 就算是一代宗師 都拍了幾個月 我們都拍過兩月就拍完 但問題是前期會做很久 那你會不會自己有粉脈登場 做一些令人津津樂道的角色 要看導演的安排 因為也不是我一個監製 有多一個監製 要看其他安排 也可能會做回自己 這次不是拍片 是不是 我們不拍片 遲些可能 遲些我們 因為我閉公司 現在我們也有間電影公司 都可能會有幾部電影在拍攝 現在在談 就是我做電影大鏗 我就是想說 其實 我知道你是不是 黃禎是你的偶像 不是 但我和你聊天 你很喜歡說黃禎 你覺得他的計算很成功 他計算很成功 但我不是希望拍一些像他那樣的電影 有什麼分別呢 商業戲很難拍 商業片很難拍 你不是拍照片嗎 我自己如果自己喜歡 我最喜歡拍的COLT的戲 但問題是 這些是因為我們做一個投資方 是投資 人家有一個項目拿過來 然後我們投資去這個項目 所以不算完全是劇本 由頭到尾我們搞 我自己如果自己搞 我喜歡拍一些很COLT的東西 就像我寫的小說 我不是很喜歡黃禎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不是很喜歡黃禎 黃禎和黃家衛是誰 我兩個都不太喜歡 黃家衛我反而 黃家衛我只覺得 王國卡門好 除此之外 我覺得他再之前 那套江湖龍虎鬥很好 反而他作曲的10年之前 我都覺得好 10年之後 一般是普通 就是OK的 但不是很喜歡那一隻 周顯的新戲 我們會一直都幫他跟進 雖然其實真的沒有收廣告費 但我也很期望看他的新戲 因為周顯 如果你和他聊天相處 我就知道了 他說話有文有露之餘 但又有天馬行空 今次我都想看看他最後 拍些什麼出來 劇本不是我 不是我弄的 他只是監製 監製最重要的 你知道是什麼 管錢 不要 先賺錢回來 不要管到錢 最重要是賺錢回來拍 沒錯 好 今天和周顯顯到這裡